好 我們今天現場有一個很大這一台 這個是 他算是目前怎麼樣功能的一個無人機 無人機有很多種的運動的形式 大家常見的是這種多軸的 或者是直升機 單軸的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不是非旋翼機 它是屬於定翼機 也就是固定的翅膀 叫FIXWIN 那我們螢幕上看到這個部分 它是就是傳統這個定翼機的構型 它採用的燃油的引擎 後推式的 那麼它在運動的時候 引擎在做推力的時候 不會擋到前面的你的鏡頭 這才有保險嗎 這才有保險 當然有保險 現在民航局 民航局的 有保險我就趕敲了 它全機的大小都是 全機是用航空負財 這是航空負財 一體成型的 那麼全部的總重量控制在三十公斤 但是它可以飛行三到四個小時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輕 OK 那麼它現在主要的作用是在 例如說我們在農委會 叫進行國土的大面積的航拍 或我們國家重要的地圖的更新在做拍照 以它這樣的1.2的機艙裡面 它後段的部分是油箱 這油箱的部分呢 你知道飛幾個小時只耗多少油嗎 多少 1.3公升 1公升大概30塊上下的話 你就知道說它其實耗能是非常的節省 對 還蠻省油的 在中段的部分主要是它的仇宰商 那麼我們的農委會呢 其實也非常的先進 我們帶來兩顆一億畫素的相機 兩個相機加起來超過一千萬了 但是它飛在三百公尺高的時候呢 對地面上可以看到三公分以內的物件 所以對於智慧農業的辨識或是防災 你是說 哇 可以看到這麼細 對 這麼細 只要超過三公分 它我就可以辨識起來 那平常在任務的時候 它飛得更高 大概在七百五十公尺左右 控制我們的地圖的精度 可以在十公分以內 那整個飛機不是用遙控的 因為它飛好幾個小時 我不可能這樣遙控 它的主要是靠它的飛行電腦 這飛行電腦是ARM為基礎的 M4為基礎的兩顆 這個32美元的CPU 所有的程式是國人自己開發 也因此你在飛行前 它的整個路徑早就已經規劃好了 它起飛完了以後呢 就可以在這上面 那透過它的無線電 跟我的電腦的連接 我可以隨時插進去新的導航點 它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做徵收 那整個是CAMBUS的整合 所以我們可以把整個感測器跟飛行 還有它很重要 它帶了一個戰術級的 對 這個姿態儀 包含了衛星導航跟它的整個姿態 都能夠整合在一起 所以在戰場上面 我們現在看到每個畫面 只要你有把那個十字架 瞄照那個你的目標 立刻就可以爆出它的坐標回來 比如說用通訊回來 讓炮兵可以進行做打擊 所以就是軍民兩用 對不對 他平常可以做一些偵測拍攝的話 在戰時的時候也可以進行做徵收 那我們看到他翅膀 大概是在三米左右 看起來就已經不小了 對吧 對 我們的海軍的瑞淵是它的四倍大 剛剛講瑞淵那個是四倍 是 它的四倍大 非常非常的大 那以這樣的飛機 大概它的起降是短長起降 對 大概是三十公尺到六十公尺左右 就可以起降 瑞淵需要更長的跑道 都是軍用的跑道裡面在做起降 請問像這樣一臺的這個無人機大概多少錢 其實它整套的系統大概在幾百萬左右 但是貴是貴在仇載 比如說我需要夜間要飛行的話 我需要攜帶紅外線的感測器 或是我需要很高精度的照樣機 那些有可能都已經上千萬了 不過這樣組合起來 它可以發揮了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是有人在飛行的 剛剛四位大哥有講到 當初習柏林祈禱 他其實在拍攝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也非常的相似 像我們的畫面跟鏡頭一直在進步 其實有些危險的地方 將來不需要人去做 那麼讓這個無人機的部分 先去涉嫌 去進行做他的拍攝 或掌握現場的即時的狀況 回來了以後 有需要人的時候再去做 未來在這個智慧巡檢 國土安全 資源探勘 對 這樣聽起來整個加起來 大概是一千多萬 因為整個機體加上這些設備 一千多萬 我覺得可以發揮很高的效能 所以整個來評估的話 我們台灣無人機的技術 你覺得目前世界排名大概是 我覺得一定是在前段班裡面 前段班 是 對 不只在軍民的部分 都在前段班 期待瑞淵二代